能力啊 请问你凭什么 你有什么能力解脱啊 这个大慈悲心啊 慈悲那个能力就是解脱 对吧 所以我们想一想看 白玉玛从来没有白做的事情 对吧 如果你活在比较的世界里 你会不甘心 那个家伙 我比他强多了 对吧 但是你自己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 而不是对别人 你记住 你记住那个坏人完全是利益你自己的 如果你不注意到这一点 那你就吃亏了吗 如果你吃亏了你还干吗 你还会有慈悲心吗 没有了 不干了 对吧 你身体你会怎么样啊 你看他坏 你比他还坏 对吧 你水国足流啊 土流合污了 那不是慈悲心了 慈悲手短啊 那就是被误短了 不能转误 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如果说没有这样的人 你的慈悲心就没有办法升起来 对吧 你看那个人很可怜 你那也是慈悲心 只不过这种慈悲心是比较局限的 比较障碍的慈悲心 对吧 慈悲心的真正的建立 是建立在空性的基础上的 对吧 比如说我看到你苦 我感觉到你就是我 那么你帮助自己的时候 你是不是百分之百的投入啊 那肯定吧 对吧 如果我是我 你是你 那你肯定帮他一部分 你绝对不会 无缘大词 同体大罪 光纯不算能 对吧 没有缘分没关系 同体 同体就 我跟你是一样的 一提 我帮你就是帮我自己 对吧 只有达成这一点 我跟你说 你往生那绝对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今天缺少这种 缺少这种能力 慈悲心的能力 所以我们抱怨 诸佛佛祂不慈悲 可是你改变了你自己吗 没有 那你就不要抱怨了 对吧 你改变自己就是修行啊 培养慈悲心就是修行 所以三才同学 五十三餐中 在这个 凶恶的甘露火王 我甘露火王很凶恶啊 那你凶恶的不得了 你就看看五十三餐 圣露火王们 骗行外道 令人讨厌 使人 不愿意接近的人 上帝同学怎么样啊 参访他们 跟他们接近 谁坏 跟谁在一起 哎 记住啊 这可不是黑白两道通吃啊 跟他们拉关系 然后他们的好处也吃了 这些好处也吃了 两户事 对吧 不是黑白两道通吃 对吧 不是现实生活中的 这个这个 那些个恶人 是身份同学 要接触 接触这些恶人 对吧 改变自己对他们的看法 因为他们很可怜很可悲 然后接触他们之后 他们也会因三才同学 接触他们而改变他们自己 对吧 所以说 要接触他们 接触他们 来成就 大慈大悲 三才同学的目的 接触恶人 就是成就自己的 大慈大悲 在三才同学看来 他们就是菩萨 那些个坏人啊 都是菩萨 都是佛 对吧 那个有人呢 说了 说这个 你跟某某人啊 有怨恨 然后就弄个牌 把他当菩萨 一样拜 我觉得这种方式 不一定是最好的 对吧 你可以观念啊 你可以去 关照啊 这种人冒着 下地狱的威胁 来成就你 你不应该感谢他吗 他不是佛 他不是佛的吗 他们这么干 将来是要下地狱的 而视线给你 提醒你 你这样别这么干 你这么干 将来麻烦 对不对 那你会怎么样 感谢他 他不提醒我 我不是就回来了吗 对吧 你想想看 你的观念一旦改变了 你的世界就不一样了 对吧 你不同情他 也不觉得他可恨啊 对吧 所以说 这种改变 当然比较艰难了 对吧 他们是佛 他们是菩萨 如果你不愿意 接近诸佛如来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你不愿意接触这些偶人 那就是你不愿意 接近诸佛如来 今天应该说 这种观念 在改变 是非常艰难的 对吧 你好好考虑考虑 你也不要 故意的说 那好了 我一看 你跟坏人交朋友 然后你又专门 去找坏人 去当朋友去 对吧 那不是的 是你看着坏人的时候 你有缘接触的时候 你要去改变 对他的看法 他不坏 对吧 他就是你的善知识 他就是你的佛 就是你 你帮助你成就道业的福和菩萨 你不要特意去找 就找坏人 跟他们就拉关系 然后跟他们在一起吃饭 然后他们偷钱给你花 那完了 那就麻烦了 对吧 所以你接触他们的过程之中 不是为了某种目的来接触的 如果说有目的 就是成就你的道业 跟他们在一起 成就你的大慈大悔的 这样的成佛的质量 也就是能力 工作 如果不是为了这个 你千万别是黑白两道通吃 那可麻烦了 对吧 所以说这一点提醒大家注意 因为你接近他 会成就你自己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慈悲 对吧 如果你讨厌他 说明你的果子非常的强烈 如果你非常的欢喜 哎呀呀他真好这坏的真坏的花来了 那就完了你就跟他学了 对吧 你既不会觉得讨厌 你也不会觉得他特别好 你会觉得 他跟你是一体 他冒着下地的危险 然后来提醒你 你会觉得他是菩萨 你再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对吧 才是完成慈悲心 不然的话 那那你就随便做着 这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成就无量的智慧 对吧 那个所谓的我最恨的人 最坏的人 他本身是什么 是没有自信的 而我自己也是没有自信的 于是能所所之间怎么样 了不可得 我是无常的 那个也是无常的 请问 我和他之间是永恒吗 不是一种永恒 那就请问 你的执着就是错觉 你要改变那种错觉的过程 就是你在积累智慧的过程 你积累智慧了 你就会有慈悲心了 哦 智慧原来是建立在 慈悲心 居然是建立在 大智慧的基础上 否则不能完成慈悲心 慈悲心是很苍白的 因为你没有智慧 你非常苍白 对吧 所以说这种能力的培养 是不容易的 是无量无边的智慧 所以呢 诸佛菩萨 每一天 一天到晚的 怎么样 都有了问题 有人说 我看到佛了 我看到菩萨了 没有错啊 如此看来 无论是善与弱 整天诸佛菩萨天天围绕着你 你身边的人 就是你的诸佛菩萨 就是你的善知识 只是你能不能消化 你能不能转悟 你如果能够消化 能够转悟 那整天的你跟诸佛菩萨打交道 对吧 请问你天天同诸佛菩萨打交道 那么完成的是什么 就是你的智慧 你的慈悲心 就是你成佛的资良 那当然也是网上的资良了 只是你不肯接近而已 你想想 我们今天有分别心啊 张三我喜欢 李四我就不喜欢 然后你就拒绝跟他接触 你不理他 请问 你就拒绝了诸佛菩萨 跟你亲密 对吧 当然 你也要把那个观念拉回来 说那好啊 那我就整天 我跟这个拉拉手 跟那个嬉皮笑脸 跟那个短头花腰的 那你又用手话了 对吧 你是很坦然 很自在的面对你的姻缘 而不是到处拉拉手啊 到处去折腾啊 不是这样的 所以你要有一个度 度就是一个恰到好处的点 对吧 这个度是很难掌握的 但是随着你自己学佛的深入 你会给自己一个定位 我能不能够消化 能不能够改变 量力而行 这样的话 你就会怎么样 十余人不变 不变十余人 那你会顽强的 所以 我们呢 不愿意接近 不知道 那是你的善知识 不知道那是你的善友 不知道那是诸佛如来 所以呢 华元经给我们的提示 骗尽庄联圣福利 最大的福报 最殊胜的福报 就是怎么样啊 身心清静 骗尽嘛 骗尽 你身和身都要清静 对吧 因为心清静了 身就清静了 你心要不清静 你怎么清静啊 对吧 就像人家说 唯心净土 自信迷途 你越外在了 又看 你越茫然 又看 你会怎么样啊 你会失望 但是你 其实越是失望 才锻炼你心 不再去执着 你心一旦清静了 你的身体就清静了 你的身体清静了 一切静静 一切外在的静静 也就都清静了 对吧 那么罗洛津里边 罗津凡王啊 就是 大三平王啊 对吧 我告诉你 这个不是这个世界不清静 是你的心不清静 你的心清静了 这个世界就清静了 对吧 你不要着急改变这个外在 是要改变你的心 你的心清静了 那么一切境界清静 也就是骗境 都清静 对吧 都清静 没有不清静 就是骗境 无有一法不禁 无有一处不禁 所以说不清静 考验你 改变你 不清静 就是你的善知识 不清静 就是你的菩萨 就是你的佛 对吧 所谓 无助 无一 智慧力 那么也就是说 自行化它 都要无所一 也就是无所得啊 你帮助张三 你帮助理事了 你念念不忘 然后你告诉别人 我今天又度了人 我今天又度了张三 我又度了理事 请问你那时 也有着 有执着 有依靠 对吧 有所得 请问 学佛 那这个 对学佛 是相够对的 学佛 就是在训练你自己 没有依靠 没有执着 没有一个 所谓的得失的 这样一个观念 因为这是错觉啊 不是错觉啊 你靠不住啊 你抓不住啊 对吧 你依靠不了啊 所以你才能无所得啊 对吧 只有这样 你才能够成就 圆满的智慧 无所得 你才能够成就 圆满的智慧啊 那个大品波罗里面 这样的说法 说菩萨从出发心 出发心 就是我们刚受 菩萨界那一刹那 就要学什么 学无所得 我告诉你 你现在的菩萨 我看那受了菩萨界 挺重抬头的 非常骄傲 那是有所得的 我告诉你 那是有所得的 对吧 所以菩萨从出发心 就学无所得 就是让你把面子 尊严啊 都放下 不要只装那些 外在的东西 改变你内心世界 对吧 直到成佛 还是个无所得 那是一个究竟的无所得 对吧 那么吉祥大师 三论中的祖师 告诉我们说 若有所得 则有所不得 若无所得 则无所不得 那么这样的一个观念 提供给大家 大家好好的就 反思一下 反省一下 我们今天 是不是以 有所得心来学习 对吧 那么你就会 有所不得 若无所得 则无所不得 那你的世界会不一样 对吧 你会考虑一下 给自己定位一下 对吧 你看看自己 究竟能做多少 考虑一下 定位一下 接下来会怎么样 改变一下 改变就是修行啊 对吧 要不然的话 那你不断修行 那你仅仅一个 就是学佛的爱好者 你很爱好佛 对吧 就像一个老人家告诉我 哎呀 我多想抱着那个佛 哭一堂 我亲近他 你瞎闹 对吧 真的瞎闹 我就想跟佛拉关系 拉关系 你到佛 关照我一下了 对吧 你别让我下地 把我送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告诉你 这个都没有任何关系的 对吧 当然了 我们首先 他常认这一点 如果他对佛有好感 说明他非常的善良 有善根 但是如果他的信仰 仅仅停留在 想抱佛 想亲佛的基础上 那对不起 那还是局限和狭隘 对吧 他必须不断地去改变自己 对这样的一个局限突破 不突破是没有希望的 那么法师说法 那么你自己也要去修行 法师说法 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佛法 那么说法的过程 也是一个自己 要清净自己心的过程 那么法师最后 给大家一个定位 说因为我们所建立的 一个信仰的基础 就是一个无所夺 幻幻不实在 变化 也就是说 如幻的法师 在讲如幻的佛法 如幻的信徒 在听而已 三个都是如幻的 请问哪有一个真实 只是你今天 不能完成如幻 那怎么样啊 你需要不断地来历练自己 改变自己 来认同 有幻 这样的话 你才可能完成 对于空性的 能力的培养 那么教化众生 心地清净 绝对不忍睹 绝对不忍睹 法师去讲法啊 去教化众生啊 他的心地啊 绝对不能忍睹 那是男的 那是女的 我跟你说 那是因为你认为那是男的 我就 我们 一段这个世俗地来讲 说你就是男的 如果你是个女的 那么一段佛法的世俗地而说 那就是女的 如果你在我的心里 当然从最初 不可能说 没有男女的分别相 如果还依然有男女 继续永远 保持一个男 女之相 那么 这就是女的 这就是男的 所以 你必须去消化 来改变 当然这个过程的完成 的确是非常的艰难 不是一朝一夕就完成的 所以说 我们呢 要 要 长此以往的 怎么样啊 坚持下去 改变自己 所以达到 不卑 不亢 对吧 你没有染夺啊 你没有觉得自己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坐在一个高位上 这就是对法的恭敬而已 同时你也没有觉得 自己很卑贱 我讲的不好 讲的不好 才要验啊 对吧 所以说 这是一个因缘 因缘的过程 是可变的 所以呢 归一之中 即归一自信 即正敬 所以你看我们 这个 每天的 早晨或者晚上 都归一什么 自归一佛 自归一法 自归一生 对吧 你记住 自归一 你不能忽略了 自的问题 自归 对吧 自信是什么 是无所得的 是坑的 你就完成了 这种归一的能力 你完成了 这种归一的质量 不然的话 你无法完成 对吧 你总是在外面寻找 寻找什么呢 是不可靠的呀 连你的心都不可靠啊 对吧 不可靠的时候 你为什么还要执着呢 所以请你放下吧 让我一同来放下 所以就非常的重要 所谓定会方便威神力 那么既是 策动教化众生的层面 如果没有定会 就不是方便 你没有定会 你怎么会有方便呢 有个书佛教宗教理说 你有空一部 一切法得成 若无空一部 一切法不成 那么这个空 就是定会的基础 没有这个空 那你的定会 就不能成就 也就是没有定会 就没有方便 如果是 也是误区 你也是面前说它 是定会 或者是方便 那你的方便 可能就随便 或者是获得 我们说它 它是一种借口 对吧 更多的时候 我们今天 对吧 为了堕落 我们找一种借口 为了自己 要犯错误 我们寻找一个 非常漂亮的借口 那可能对我们来讲 对吧 那就是一种 非常可怕的误区 那么 慈悲 除祸害 方便 除下流 这一点 大家是一定要清楚的 什么是慈悲 慈悲 不离原则 我告诉你 就是因为维持一个戒律 维持一个原则 这慈悲 否则你到庙里 什么都想干 什么都能干 请问 是慈悲吗 不是慈悲 慈悲 慈悲 除祸 慈悲 方便 除下流 为什么除下流 对吧 方便吗 方便来 方便去 对吧 最后变成 随便 随便的结果 我告诉你 就找不到 对吧 我们曾经 为什么要定根本界 根本界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就是你做人上一定要人格完善 你人格都没有了 你的身格 那你的佛格还能完成吗 没有办法完成 所以说慈悲 除祸 方便 除下流 是使我们所有的佛教徒 必须要警醒的一件事 那么也就仅仅是怎么样 如果你你的慈悲和方便 没有原则 感情用事 对吧 感情用事 那注重的会怎么样 迷失方向 对吧 所以说 这个慈悲成了祸害 方便成了不守法 不守戒的借口 你不守法 你犯法 犯戒 那请问 那请问 掉个头来 对佛教的伤害和影响 是非常可怕的 那么 有两种可能性 对吧 有这两种可能性是什么 第一个 就是 人们认为 人们认为 这个就是佛教了 后来就是佛教 对吧 你看人家的慈悲多慈悲 你看 对不对 你怎么不慈悲呢 就 质问我 我自己曾经受到个质问 对吧 我说没有办法 我没有借理 对吧 为什么人家可以 你不可以呢 你说猫有猫到 狗有狗到啊 也有人到 佛有佛到啊 那不一样啊 那看你走哪头到了 对吧 那么你会误解到 是那样的 才是真正的慈悲 那样的才是真正的 这个说法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你会怎么样 否定他 哎呀 这合你全完了 对吧 合你全完了 两点极端啊 你跟着学 你就觉得 你自己不觉得 其他那一类 你会觉得 这就是正头 另一个 就是你全部否定 全完了 全完了 见到好 你也变为 不对头 那请问 这不是误区吗 这就是误区 所以我们今天啊 就不能够把那种 慈悲和方便啊 变成了极端 变成了极端 就会不守法 有个所见 慈悲就除了祸害 方便就除了下 上一次 我们讲到了成政绝愿 就是实践普行行愿 的菩萨 需要具够十二种能力 那么这十二种能力 我们已经讲 讲过了七种 数据中变神通力 苦能骗入大秤力 自行苦修功德力 无一神 土富 大秤力 骗尽 庄源 圣福力 无助 无一 智慧力 那么讲到定会 方便 无一神力 那么就告诉我们啊 这个方便是建立在 定会的基础上的 如果你没有定会 那就是随便 随便 就是一种任务 那么对于我们心情来讲 是一种极大的障碍 因为 这个没有定会 那你的心源一马 三心二意 如果你有了定会 你的方便才真的是一种自在 是你先有空 然后你才除有 你在有上你才能够定得下来 如果你本来就没有空 你就有一旦你面对有的时候 你眼花流亂 你根本没有抵抗力 对吧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呢 就是 由空 而舒服的妙有 所以就像龙树国家说的 一有空异固 云切 罚得成 若无空异者 一切罚不成 对吧 因为你有空啊 你能够有定有会 然后你面对现实的时候 无所畏惧 没关系 对吧 不会被影响 不会被诱惑 所以说这才叫方便 方便其实更难 更难 对吧 你更会好的 你方便就更难 因为什么呢 你也是要面对现实的 你是要消化的 你不能是你面对 对吧 你面对你消化不良 那也不行啊 所以说方便很重要 方便不是随便 那么今天我们很多时候 把方便当成随便 方便方便了 就是随便了 什么都行 什么都干 不行 所以吃碑呢 吃碑没有原则 没有定会 完了 对吧 那你完蛋了 你怎么不吃碑 什么叫吃碑啊 吃碑除祸害 方便除下流啊 一直都这样 所以我们也不愿意 那样严肃的 让别人感觉到 有压力的那样活着 但是 当你还不具备 那种解脱和自在的 那种感受的同时 那怎么样啊 那你还是要行归岛记 遗不遗去 受了归 要守归 那受要无戒 要守无戒 受了不照戒 要守无扎戒 不是拿一个证 对吧 不是拿一个证 当出门证 那是错误的 所以在我们看来啊 慈悲与方便 必须建立在 定会的基础上 必须没有定会啊 那你就没有方向 对吧 那就是随便了嘛 所以今天的定会 可以跟你讲 是我们的脚 是我们的根 因为有了脚 你才能够怎样走路 对吧 因为有了脚 你才能够走得更远 所以说 定会 方便 为神力啊 才会有很大的力量 不然的话 你没有很大的力量 对吧 你的方便 那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胡来 胡来 你还说方便 那能行吗 尤其是我们今天回味 佛教徒的良好的形象 是弘法的基础 你连外在的形象都没有了 凭什么 你说话我信呢 你的行为我能服呢 我觉得不论是在家 还是出家 我觉得形象 非常的重要 对吧 重要到什么程度 它会影响到佛教的生存 佛教的形象 本身就是一种弘法 我觉得这一点 我想大家都会有一个广泛的共识 因为我们回味一下 其实是曾经走过一段 很趣旧的弯路 所以说 我们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 是人的问题 弘法 还是人的问题 不是法的问题 弘法是人的问题 不是法的问题 为什么 人弘啊 人不相信啊 人进不过用户啊 对吧 没有底部力啊 没有社会啊 对吧 在印度的时候 就是我们要抓猴子 怎么抓 弄一个 弄一个罐子 对吧 正好那个猴子那个手啊 能撑进去 你会放个好吃的 那个猴子 把手伸进去了 那个罐子 他往里往里掏 拿不出来 意思 别人抱了 就把这个猴子抓住了 他舍不得啊 他贪啊 他就是因为 他放不下手里的东西 他一旦放下 把手一下就出来 他一旦放不下啊 所以你又被套牢了 对吧 你想想 我们不要去嘲笑猴子 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可能 比不得猴子 猴子 无非就是喂点吃的 我们呢 多了 才是明时岁 好多种啊 对吧 所以我们今天 有抵抗力吗 没有 没有就不要谈 食言的问题 没有就不要谈 方便的问题 没有就不要谈 吃杯 吃杯 那你是很可怕的吃杯 你怎么不吃杯啊 怎么吃杯啊 什么叫吃杯啊 对吧 我们都不是送垃圾的啊 对吧 你打算给我们拿什么呢 就像我曾经有一次 在一个地方 我觉得我非常震撼 对吧 吃杯 有了一个人 吃横路跟二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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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出家了 我说对不起 我们不要 你不是要吃杯吗 你不是吃杯吗 不得别人的 我是哈 我们是吃杯 对吧 但是我们都不是 胡乱吃杯啊 对吧 如果你希望一个吃苦 他能够承担起 出家人的证认 合法的证认 那你就不要把这一类 碎给我们 我们确实实实 要数字 对吧 并不是说 我们的客求 但是基本上 总得差不多 如果说你一点点 都不合格了 那我们怎么样 怎么办啊 那这次的问题 所以我也希望 现实生活中 我们有足够的定会 然后你再去谈方便 当然了 你在方便的过程之中 同样也增长了你的定会 是啊 你不面对现实 你不能锻炼自己的承受能力 你面对现实 你可以锻炼 当然你还没有足够的承受能力 那么你就一点点锻炼 不要你 对啊 不要在这种 你本来你没有抵抗力 然后你在那个荒荒世界里面 你在各种诱惑里面 你马上就眼花瞭望 对吧 那你没有 你没有抵抗力 对吧 所以说这件事情是相互的 相互增上 对吧 他既锻炼了你 同时他又规范了你 他规范了你 又锻炼了你 但在规范的过程之中 又没有感觉到被束缚 没有感觉到压力 很自在 对吧 这个才是学佛 那么下面第八个能力 所谓普能积极 菩提力 其中啊 普是普片的意思 普片 就是没有不高含在其中的 所以叫普片 就像太阳一样 普照大地 没有不照的 所以是普照 普片 也就是随时随地 都能够修集 无上菩提的能力 普能积极菩提力 随时随地 都是在修行 随时随地的修行 都是一种积累 积累什么 无上的 菩提的能力 什么叫菩提 觉悟 觉悟的能力 对吧 那么里面的现实的时候 你刚开始的时候 你可能没有觉悟 你经常经常来锻炼自己的心性 有一天 你一下子就觉悟 一下子就行了 请你记住 那是你平时的积累 不是一下子就出现的一个结果 所以这种能力 所以这种能力是普遍的 随时随地的 都能够是一种修行 而这种修行的不断的积累 就突然间的成为了你一种觉悟的能力 那么就告诉我们 那么就告诉我们 这种修行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的 对吧 不是你今天吃了三天素 你就去西方了 不是 也不是你念了一天佛 你马上就能往生了 也不是 对吧 如果你选择念佛 那也是缘 没有过去的缘 没有素质的人 你不会选择的 即使你选择了 你也不会真心的 不会虔诚的 所以说你一定要清楚 你的修行 不要去问收获 你只去跟人 对吧 你要去问收获 那你就会换得换数 对吧 你记住 收获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你不能是因为 你怀疑收获 你不去拨种 那你怎么办 你浪费生命 没有机会 所以每个人必须清楚 从现在做起 从自我做起 行动起来 行动就是证明 行动 就是一种说明 对吧 否则你不敢承担 那你算什么佛教徒呢 对吧 所有佛教徒 行动起来 承担起来 那么 所谓清净一切善业力 那么这是第九啊 第九种能力 是在众善奉行中 那么 我们所说的 清净一切善业力 那么也就是在 众善奉行 那么学佛 佛教的重点是什么 做莫做 众善奉行 当然这里面是 众善奉行 做莫做 也是一种善业 善业的一种能力 对吧 要清净这种善业的能力 怎么样去清净 对吧 不执着 不挂爱 这是清净啊 对吧 你帮了江山 你帮了李寿 你到处跟人家嚷嚷 哎呦 我做好事了 对吧 大家会烦你的 对吧 会烦你 如果你不执着 不障碍 那就说明 你的心里 并没有被染污 如果你 如果你 执着和障碍了 就说明 你挂爱了 你的世界很局限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那就是轮回了 对吧 所以说 不执着 不挂爱 就是一种清净 那么所谓 吹破一切烦恼力 降服一切诸魔力 那么这是第十种 第十一种 那么所说的魔 有四种 哪四种 一种 就是阴魔 阴魔是谁 阴 就是我们的身体 五阴 阴魔 对吧 这个身体 射 射 小 行 死 就是你对自己的 自己对自己的障碍 魔 就是障碍 杀手 杀手 神的障碍 障碍了我们的法生会命 他障碍了我们 出离 障碍了我们 解脱 对吧 就像一个人 附体一样 我身上有重神 那么可能有一个人 跟你说 你身上有重神 那么我就说 是 没有细菌啊 微生物 你整个身体 都是重的 事实上是这样的 有没有 有 但是你记住 你比他的这种 也 高能不落 你是高级的动物 对吧 你没有任何理由 怕他 反而 他 应该是 依附你 你有什么理由 怕他 对吧 有人说 我 浮仙附体了 黄仙附体 同样 你也没有任何理由 怕他 对吧 所以我们 一定要知道 因为 你自己 是你自己的敌人 你在那太阳底下 你老是怕那个阴影 那个影子 其实那个影子 是由你来完成的 如果没有你那个身体 那个影子 不会出现 所以说 那个影子 其实就是你 就是你自己 所以是你自己的阴谋 所以说 不是别人伤害了你 完全是你 伤害了你自己 所有的阴谋 因呢 就是障碍 那么 这是烦恼 所以我们 首先要知道 因磨 磨不是一个具体 实在的东西 是你错误的事 错误的行为 就是磨 你不要认为 哎呀他招磨了 什么招磨了 他回了回脑啊 他还怕 恐惧 其实 他是自己在吓唬自己 在别人的指挥棒下 完成了自己 伤害自己的过程 这是错误的 你要去改变 所以一模啊 是你自己的吓唬自己 对吧 一个人从外面进来 突然间黑夜中 看到盘了一盘绳子 他以为是蛇 一样吓死了 谁吓的 是你自己的 自己吓的 对吧 所以一模 一模 所以一模的问题 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对吧 我们自己的问题怎么办 怎么办 有办理了 你就看心情啊 照片五音结空啊 照片五音结空 你叫天空 给你我的 我抢的是对一股 一切烦恼 一切状态 一切灾难 全部解决 对吧 可是呢 我照片中 对吧 你总天像攻击 一样烈的架子 要跟别人斗 跟别人较劲 较短 都是你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所以说的话 就是这样 这样简单 一模 第二个 所有的人都贪生怕死 所有的动物 也都贪生怕死 对吧 人尤其是拥有 身份 地位 金钱 更怕死 对吧 穷龙慢 不怕死 因为他无所谓 对吧 什么都没有 反而没有负担 死就死吧 死可能还好一点 对吧 但是尤其是 有财产的人 有存款的人 对吧 有家死的人 他会怎么样 他更在乎死 更害怕死 所以死 对吧 是最大的障碍 我们不怕死 对吧 可是死是什么 死就进行四大五蕴的分散 是展示的一种 算 算同时又是聚 死又是胜 所以一个禅师啊 这个 连个多的弟子 跑了一家 死了人的人家 拍着棺材问 生也死也 问他弟子 是生了 还是死了呢 他对对者说 不可道义 不可道义 因为我们认识的局限 会落在二边 要么就是死 要么就是生 对吧 我们很容易面对一个人躺在那里 没有气息了 他的这种暖啊 瘦啊 都已经 都已经分散了 十大五蕴 那么这个时候 他会得到一个结论 这就容易死人了 医学上 包括我们人的 关心思维 常常停留在这个层面 死了 但是 传心说 不可道义 为什么 因为上了 生因生又去投生了 也就是在新的父亲母亲 阿赖耶识的这样的一个因缘组合团内下 一个新生命又诞生 对吧 无论他是住也好 马也好 牛也好 羊也好 或者生存也好 或者下地也好 肯定是一个重新的祝贺 请问 你能说他死了吗 对吧 没有死 他是生 对吧 但是你说他生 他就死了 所以你只能说 不可道义 你不能落枪二边呢 所以龙树在 龙树国家在归音 在中方里归音原品里 就说 不生 你不灭 对吧 你不要说生 你也不要说死 你也不要说长 你也不要说断 你也不要说意 你也不要说意 你也不要说来 你也不要说出 对吧 为什么 都不是的 因为都是定 都是定法 没有定法 对吧 那么就说 能说是因缘 是因缘的生 因缘的死 因缘的长 因缘的断 因缘的依 因缘的依 因缘的来 因缘的出 请问 因缘是定法吗 曾来不 所以能说的是 因缘的生死 断肠 以来出 生命都细论啊 你认为是实在的 是细论 不是那么回事 对吧 所以你活在一种 错误的观念之中 所以你要去改变它 你改变 这很难 还是怕死 好死都能乱活的 你死去半年 得给它活的 因为什么 不知道时候到哪去嘛 你要知道 到一面世界去 无所谓呢 走就走嘛 对吧 那一句话里头 有这么一个故事吗 是有一个高僧 说这么一句话 是有个合理 是一个铁医卫 去追他的时候 他说合理冲东来 我向西方去 对吧 我向西方去 马上 做话了 你有这本事吗 因为你放不下啊 你还得打针啊 还得打吊子 吃药啊 有病了 你这样 更多况 让你一下子就告别了 你舍不得 你放不下 对吧 所以说 这就是死魔 死得这么 死得精彩 对吧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烦恼魔 烦恼 每个人都有烦恼啊 对吧 烦恼重逢 烦恼魔 烦恼魔的一个能量 一个基础是什么 贪嗔痴 对吧 贪嗔痴 贪心不足啊 人生的生活 事故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你会得希望它是那个样子 于是你都烦恼 对吧 本来就应该是这样 你会得希望那样子 烦恼了 你本来你就长一米六 你非得要羡慕你狗狗的 烦恼了 对吧 你本来就是胖子 你非得要做瘦子 烦恼了 对吧 你本来就有产品 然后你就希望一个高生给你发工 一下子就好了 烦恼 你根本做不到 你只能上上手片 是不是烦恼魔啊 烦恼魔就贪真痴啊 慢 疑不正见 所以说 你先让他 他的根源都来自于你自己 对吧 最后的一个魔是什么 天魔啊 身为天魔啊 我老想升天 老想记大福报 一天我记得 我记得 六月十九四三贵五戒 菲萨戒的时候 后来有人告诉我 其实法师没讲怎么发财啊 他没讲怎么发财啊 对不对 他很诧异 我就是 就来发财了 他那么多有愿望 对吧 所以法师没有办法 法师只能告诉你 谁员 定位 谁员 对吧 你要真发财 你还得有条件 没有条件 你发不了财 对吧 怎么发呢 天魔会掉色彩呢 他不会啊 所以 天魔 什么天魔啊 很自在 活得很 寿命很长 很有大福报 对吧 很快乐的样子 天魔 对吧 天魔外道 这很重要 有人说 哎呀 这个师父 活一百岁了 很小估计 我们承认 他要没有足够好的心态 你一定活不到 这么大年龄 但是请问 一百岁之后呢 天人的寿命 八万大节啊 之类啊 有多少节的寿命 你想想看 北极牢州的人 为什么不信佛 也就是 伟扑菩萨家乡的人 老乡们 没有人信佛的 所以 你就看那个 这个 天王队后边 三州感应啊 唯独的感应 北极牢州啊 因为那没有法 他就不货啊 为什么 福报太大了 对吧 那福报大了 是障碍 我告诉你 那笔有优越法案 对不对 我有钱 对吧 我就是前几天的人 给我写封信 我念佛的人 里边又有特殊分子 你没有钱啊 跟别人打赌啊 那有钱啊 我赌八百块钱 赌一千块钱 请 你能上极乐世界吗 七百八 我跟你说啊 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光世音菩萨 大师菩萨菩萨 每个都不是汤窝 每个都不是 我告诉你实话 对吧 所以你网头 蒙汇过关 不可能 你是实话 是这样的人 我那感觉很遗憾 如果再这样下去 那会怎么样 开灵 因为你影响了 我们这个环境 对吧 你运辅不好 但你还不是天魔 你想当天魔 你当鬼了 对吧 那你想 那魔王不群 做什么 六一天天武 六一天天武 做魔王 就不群 没有办法 派这些母子 谋生来影响 释迦牧民风 又跳又闹 又去诱惑 又勾引 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所以这个魔王 最后就告诉什么 告诉释迦牧 你信末武 拿你没有办法 对吧 你等到将来的 而末法时代 我穿你的衣 吃你的饭 拜你的法 请问 对吧 那个戒律里面 就这样说 狮子生中虫 还食狮子肉 这一类就是 自己拜自己的法 就是这样的 所以魔王趁虚而入 所以这一类什么 偏语 真的偏语 他们希望你解脱啊 你解脱了 我的卷所都没了 就是这样的 所以障碍啊 极大的障碍 所以说 我们在皈依的时候 我就说 这个皈依能够度四磨 就是要突破四磨的 对你的束缚 和障碍 这个难呐 这个难呐 这个难 对吧 哪个不要去 哪个不要好吃的 对吧 哪个不要 哪个不要睡大觉 对吧 所以突破起来非常难 哪个不怕死 对不对 哪个不爱惜自己 对啊 所以你以为 成佛那么容易啊 有人说 做人难 成佛比做人 难上 加难 对吧 成人都不自在 自在都不成人了 对吧 所以说 希望大家 很好的考虑 对掉 我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怎么办 对吧 不要去 跟别人比了 再比你亡了 再比你下地力了 对吧 所以说 吹破一切烦恼的能力 那就是要有智慧 大智慧 对吧 同样 降伏一切 诸魔力 对吧 所以说 这个 都是魔是不容易的 都是魔 所以说 你 你一定要知道啊 这是我们灵命忠实啊 有很多人啊 毅历使然啊 怎么样 会发生这样的故事 许多亲人啊 就现成了 包括 你可能 你爷呀 你奶奶呀 什么 你老姨呀 突然间都死了 突然间都来 就来 来跟你打招呼了 对吧 这个时候 死了 你就毛骨悚了 害怕了 为什么 他们都死了吗 对吧 你以为真的是他们吗 不是 已经死了 地藏经啊 按照地藏经的说法 不是真的六亲眷属 对吧 实是用心在主 就讨债来了 变化出这种形象 来诱惑你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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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就跟着去了 亲自跟着去了 经不过诱惑了 又好吃了 又好喝了 人都生过了 都发财 去嘛 去了会怎么样啊 就被刑警跟他等过 其实是这样的 因为你想想 你会随性所转吗 念佛是智慧力 是定力 对吧 定会 然后你才有方便啊 对吧 所以说是变现出来的 来供应你 供应你啊 哎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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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当了吗 对吧 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政治界的基础上 你若有政治界 他故意不了你 对吧 那像鬼都怕一个人 是不是这样呢 对吧 那你抵抗力强 他影响不了你 他拿你的责 他一愁眉苦力 对吧 罗王拿你也没办法 他就像对西藏牟尼佛一样 你也摇头贪心 没有办法 将来再说吧 将来我告诉你 我会 我会 在你的徒子徒生上 末法时代上 我要下眼东西 那今天没有办法 是吧 但是 我们今天怎么办 那你就轻易的被人家攻引了吗 对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需要大家就考虑 攻引之后就报复你 对吧 你不是身权杀我了吗 那今天我把你勾引来 你杀你呀 你修理你呀 对吧 这个新的问题啊 所以哪是道场 新是道场 你的新的定力增加了 这些东西不会现前 即使现前了 你面前 对吧 你没有过案 那会改变 一定会改变 所以说 有很多人呢 跟我说的时候 都出现了这个问题 所以就说明了 你的心性已经脆弱到不堪一击的程度 你呀 转不了路了 你就被路转了 对吧 我说没问题 那都是假象 对吧 就像你眼睛慌了 你看到了月亮 你看到别人俩脑袋 根本没有脑袋是假的 对吧 所以说你别上当了 这个时候才是考验 修行人的修行能力 你不是说你是修行人吗 你不是说你念佛吗 佛怎么没了呢 怎么靠路了呢 对吧 你不是皈依了吗 那你皈依依靠那个佛法 从三宝都忘了呢 那个时候 考验你 真考验你 平时考验不了你 平时你可以说大话 说假话 对吧 说漂亮话 在关键的时候 你说不了了 看真本事 不能骗人 才能真到一局实际 你骗谁啊 对吧 有人说 刚才说 法师有一个 能力宗实 你跟他坐着走的 你要搁几个枕头 给他用撬上 他肯定能坐着走 对吧 但释迦摩尼佛 都是躺着走的 你一定要坐着走 那你丢人呗 对吧 你不嫌烦 你就折腾 对吧 就是这样的 什么叫坐着走的 谁也能坐着走 当然 他就坐着走 他能躺着走 就躺着走 合体弄几个枕头 给他呛了 对吧 我觉得没必要 对吧 那么 那么 一知实际 无路传动 什么叫传动 就是心里不惯爱 不执着 不被外界的任何情形 所影响 所以就像进入传动一样 不会受外界的干扰 我们很容易受外界干扰了 对吧 那扇子 扇来扇去 啪 扇子掉到他那个王爷的脸上了 那扇平行一起来 马上完了 变成一头蛇 对吧 你以为修行那么容易吗 对吧 因为释述摩尼弗 说阿弥陀经 那里面的心愿行确实很好 那不可以少生能复的因缘 也确实美妙 但是你具备 这是个问题啊 如果你还不具足的时候 那请问 你难免会遇到这些个逆因缘 你能够消化得了吗 消化不了的时候 那就是一种堕落 堕落的因缘 所以说要谨慎了 那么用什么来降魔呢 那我怎么办 所以用这个勾引我 那个诱惑我 然后报复我 对吧 然后 很多是不可靠的 很多可能是个陷阱 那我怎么办 你怎么去消磨 那三个字 清静性 对吧 唯末经里面 这个佛国评点就这么说 这个佛对保激说的 释迦佛对保激 保激菩萨讲的 说莫菩萨欲得净土 当心批心 随请心正 说佛土静 对吧 清明听 于是呢 我就不敢惹你了 对吧 我们兄弟提过 说广青老婆呢 我兄弟呢 水果喝了一天就吃几个水果 就完事了 对吧 然后一个记者来 我炸他 所以告诉你 你得给我钱 你要不给我钱 我告诉你 我就写东西 我告诉你 埋葬你 然后呢 毁坏你的名义 你给我钱 万事经就不给 不给 我告诉你 你看我底多厉害 你让你整什么就整什么 整好 没人来才好 没人来我整好自家 对吧 实际说 整好 我还不愿意 你记得 重生 有吃咸的 有吃酸的 有吃辣的 你都不一样 你度重生也挺难的 真好 你真好 你说去吧 十个 他记住你 看傻了 是吗 他什么都不要了 什么都不在乎了 你说 他还怕你吗